搭不到公車 情緒失控還標罵司機 昨天晚間 台北是一輛299號公車 開往永春高中的路上 英明富人等到公車離站了 才抵達站牌 結果她竟然拉著小孩去追公車 用便當盒猛敲玻璃 公車司機停下車來 富人一上車就對司機質問說 為什麼貨站不停車 不停的大聲標罵 嚇壞了不少乘客 那你就不能宰下眼紅燈而已 幹什麼 我告訴你 我錯誤是我們全面 因為差點沒搭上車 富人走向駕駛座 不斷對著司機大吼 還用手上便當盒猛敲車門 門給我敲壞 我要你賠 我沒問題啊 問題是你能不停嗎 你這門家沒有家沒死 我要停什麼 司機聽不下去 和富人理論 他氣急敗壞 嗆殺又去客訴 大叔 我會投訴 我會投訴你 你投個牆 9號晚間6點多 台北市這輛299路線公車 往永春高中方向開 這名富人是在公車離開 人才抵達站牌 卻批評公車過站不停 他是有靠站 然後有讓一個人上車 然後他已經關門離站 然後在等候一段的時候 原來是敲到上面的人都嚇到了 所以其實才敲個讓他上車 公車當時已經離站 富人錯過上車時 激進拉著小孩追車 狂敲玻璃車門 司機只好違反規定 讓他上車 卻招來一陣痛碼 這個民眾確實有投訴到我們這邊來 那之前我們也是嚴禁駕駛 就是說在飛站牌去上下乘客 萬一發生事故的時候 我們駕駛幾乎都逃不了責任 業者說支持司機做法 這名誠信司機在大都會開車 已經三年多 表現一直很優異 這回碰上無理取鬧的富人 就連其他目擊乘客 都說絕對挺他到底 記者徐璇 顧慧倫 台北採訪報導